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降低一下景区收取的门票价格 有些景区则是直接免收门票费了 但这却是治标不治本的 刚开始公布这一消息 很多游客都纷纷表示 这样确实减少了不少旅游费用 毕竟除了门票费 去到一个地方吃住行都要花费很多钱 这样的政策肯定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但是实际并非如此 旅游对很多人来说是减压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国家也在积极地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 这个政策的推出 虽然有的景区真的降低了门票价格 却在别的地方增加了费用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个景区 可以说是非常坑人的 它就是湖南省的浪山风景区 这里的原门票费是170元 后来响应国家的政策降低了30多元 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这里的观光车的价格却上涨了40元 这比没降门票费之前还贵了几块钱呢 旅游的途中要花钱的地方不仅仅是门票 更多的是服务方面 如果这样下去 降门票费并没有减轻人们的旅游压力 旅游业怎么能继续良性发展呢 适当收取门票费和服务费 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才是重中之重 对于这样名将暗长的行为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